好 那我們今天呢 因為是學習的第一堂課 我們大家只會對這門課呢 做一個大概的介紹 做一個大概的介紹 所以大家只會上一個小時左右的課程 那我們下禮拜才會開始正式上課 因為我們這個學習18週 我們一堂課都沒有放假到 所以我們就慢慢來沒關係 應該照以往經驗我們都上的晚 好 那我們的上課時間跟地點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教室現在是在104 那我們有兩位助教 黃子源助教跟宋一軒助教 他們都是資訊系大學部畢業 現在是研究所一年級的同學 好 那我們有個課程的網頁 那我們原則上大部分的課程資訊呢 都會是在課程網頁上面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網頁的架構 好 這是我們的課程網頁 那通常要找到這個課程網頁最簡單的方式是 就是你到個人的網頁下面 這是我的個人網頁 然後你點課程 然後最上面這門課就是計算機概論 就可以到我們的課程網頁 好 那主要的話 這邊是overview 那大概是我們今天要談的內容 那news這邊的話會告訴你說 最近這個網頁有哪些內容的更新 那真正主要內容呢 都會是在這個lectures跟assignments裡面 那lectures的話就是我們上課用的投影片 通常會在上課之前 投影片就會在網路上ready 那會有PowerPoint PDF跟4頁一起的PDF 那如果你有印出來的必要的話 我建議你用4頁的PDF的一個format 這樣子印出來會比較接生紙張 那一些當日上課相關的一些補充的材料 會在後面 那另外一個可能比較大家會用到的是有關於作業的部分 那這門課呢原則上會有一個手寫作業5個程式作業 一次其中的考試跟一個final project 那目前assign的日期都還沒有決定 決定好之後呢會公佈在課程網頁上面 那5個的程式作業呢都是來自於課本的這一個課程網站 大概是有我們的網頁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所使用的課本呢是這一本課本 The Elements of Computing Systems 那這個是兩位以色列西伯來大學的老師 所寫的一本課本非常的薄 並不厚 不過我們以這本課本為主 不過我們會做蠻多的一些補充 那這本課本應該在台灣可以買得到 不過如果你全班都要買的話 可能不見得那麼大的量 那以往的做法會是頒帶統一 這個確定數量之後再跟書店 或者是直接跟海外的 像Amazon等等訂購 這個你們自己再去處理 或者是應該也有蠻多的學長會有二手書 那另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許你也不見得真的需要買這本課本 因為這本課本的前面5張 還是6張我忘記了 是有免費的PDF 那我們的課程的作業 只會用到前面5張或6張的部分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不會有作業 不過會跟你的最終項目有關 不過如果你看投影片 也能夠得到大部分的資訊的話 也許也不見得需要買這本課本 這個可以你們自己去斟酌 價格應該不高啦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700-800塊錢而已 並不是很貴的一本課本 那這本課本也有它自己的一個網站 那在寫作業啦 或者是很多時候 你可能都需要參考到這個網站 實際上我們的五個程式作業呢 都來自於課本所附的一個網站 上面的一個projects 我們直接用它的前五個作業呢 作為我們的課程的一個程式作業 這是它的一個網站的一個結構啦 我想我就不帶大家 勾輸入這整個網站的結構 只告訴你說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課本的前五張 其實在這網站上面你時刻找得到 那我們所有的作業 以及我們沒有要求你做的作業 在這網站上面也都有 那要做這些作業 你必須要使用一些軟體 這些軟體呢也都要從這個 網站上面來做下載 所以這是有關於課程網站的部分 那你可以大概勾輸一下 還有一些video來介紹這門課程等等 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呢 這一門課呢其實有對應的Coursera的課程 那這邊有寫 這邊有兩個部分 就是Nand to Tetris的一跟二 也就是說呢這書的這兩位作者呢 其實在Coursera上面呢 用這本書的內容呢 開了兩門課 你可以把它叫記蓋課程 那分成上部跟下部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 或者是說上課什麼地方聽不懂 那也許你也可以到這個Coursera的課程呢 去聽一下這個作者呢 他是怎麼樣來闡述這部分的內容 那也許會有幫助 不過缺點是他是用英文的 那不過Coursera上面應該都可以自動翻字幕 如果說你的聽力不是特別靈光的話 那應該我想這部分也是蠻重要 或蠻好的一些參考的資料 你可以做參考 那除了這本課本的內容之外 我們原則上會follow這本的課本的內容 不過在期中考之前呢 我們會補充一些來自於 普林斯頓大學的 來自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記蓋課程 的一些部分 特別是有關於這個機器的設計 和計算機結構的一些部分 那主要來自於他的這兩個link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所使用的這個內容呢 叫做Toy Machine 是普林斯頓大學呢 他們設計來交記蓋的一個 一個虛擬的一個機器 那原則上呢 他們應該會把這個記蓋的內容寫成教科書 不過呢 我不確定這部分呢 是已經寫完了出版了沒有 不過大概也不太會需要去用 即使他出版了也不見得需要去購買 我想課程的投影片應該會 Cover足夠的一些內容 所以原則上呢 我們上課內容呢 70%會來自於教科書 另外30%呢 會來自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記蓋 所設計的這個Toy Machine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課程的材料的部分 那我們課程的評量部分呢 就像我剛剛所說過的 我們會有五個程式作業跟一個手寫作業 會佔50%的學期成績 那20%的學期成績呢 會是跟你的期中考有關 那麼期中考呢 是Open Book 那我們沒有期末考 不過我們有個Final Project 那個Final Project的通常會是在 在學校的期末考週 後一週的禮拜二的下午 來進行Demo 大概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評分的一個比例跟標準 那不過這都有可能會變動啦 不過以往我們都是 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好到目前為止 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對這門課程的介紹內容的 這個課本或者是評分的部分 不曉得如果什麼問題的話呢 就隨時提出來 那這當然是你們 你們大部分的同學 是你們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啦 所以可能上課的方式 或評量的方式 會跟以往你在高中學習 會有些不太一樣 那比如說我們的考試是Open Book 不過呢原則上不能用任何 具有通信能力的電子裝置就是了 那再來呢我們沒有期末考 可是我們會有Final Project 因為在資訊領域裡面呢 實作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以後在大學的學期裡面呢 很多的課程都會有所謂的期末專題 那我們希望在你的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呢 就能夠稍微的了解一下 做期末專題呢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資位 那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分工 做什麼樣的一個準備 大部分的同學基本上就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把這個期限 設在期末考之後呢 因為大部分同學呢 都是等考完所有期末考之後呢 在戲館住三天呢 把這個Final Project做完 那這跟以後你出去社會工作呢 敢發覺的狀況其實蠻類似的 公司產品要出貨之前呢 一個禮拜呢你大概有很多的時間呢 需要做加班 加班到半夜十一二點 甚至於通宵都有可能 這個大概就是資訊工程師 難以避免的宿命 所以呢我們大概就從大一的時候 就開始磨練你這方面的技能 好那以上大概是我們 整個學期的一個大概的安排 好那我們這門課呢 叫做計算機概論 叫做計算機概論 那英文自己叫做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當然有些老師的教法呢 會把它比較偏向於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那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呢 跟Computer Science呢 其實並不完全一樣 那我的教法呢 比較偏向於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就是說 有點主要的目的呢 在教你呢 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而不是告訴你呢 整個資訊科學呢 我們要學習哪些東西 所以呢我們的整個回答的問題 以及我們上課的整個脈絡的主幹呢 都是在告訴你呢 電腦以及電腦系統呢 是如何運作的 這大概是呢 最早期的電腦 大概1950年代的電腦 大概的樣子 那這兩位女士其實就是程式設計師 當時的程式設計師呢 她要做的是呢 拿一些電線插頭 把插頭插到適當的位置上面 整個電線呢 插好之後呢 打開開關 她希望呢 如果呢 程式運行正確的話呢 就可以在一些燈泡上面呢 看到他們所要的一個 計算的一個結果 所以當時的程式設計師呢 是要拿著插頭 去插這個不同的插座 然後把整個插座呢 都插對之後呢 程式呢 就能夠正確運作 當時的電腦 可能會佔據整間教室 就像我們整間教室 這麼大 不過她運算能力呢 其實呢 可能比不上我們現在的 桌上型的一個計算機 那後來稍微進步一點呢 用所謂的打卡機 就是說你可以把程式呢 寫在這種卡片上 然後呢把一疊的卡片呢 送到你的電腦裡面 電腦就可以根據你的卡片呢 來運行你的程式 然後呢把結果呢 印在報表上給你去驗證 那這個其實沒有離我們現在太遠 那其實呢 如果你去問 系上第一屆第二屆的學長 他們其實呢 還用過這樣的電腦 比如說他們以前寫作業的時候呢 是呢 要到計算機中心呢 把他的程式呢 打在五六十張的卡片上 再報了這一疊卡片呢 到計算機呢 排隊把他的卡片送到電腦裡面去 然後得到結果 那通常你要排隊 所以呢 當你把程式送進去 跟你拿到結果呢 可能中間已經間隔了 說不定兩三天的時間 那如果有BUG的話呢 你就要從那一疊報表上面呢 想辦法找出你的BUG 這大概是離我們現在 不過四十幾年的時間而已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資訊器前面幾屆的學長節呢 其實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在學習電腦程式設計 那開始有互動式的電腦呢 其實大概是在70年代 Apple 是第一個呢 讓個人擁有這種互動式的 就是你可以用鍵盤上面直接打字 在螢幕上呢 直接看到你的這個打字的內容 然後呢 運行你的程式 在螢幕上面呢 直接看到結果 所以個人電腦呢 大概是在70年代左右呢 Apple呢 所開發出來的個人電腦 才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使用 那我個人念書的時候呢 用的電腦大概長這個樣子 系上的實驗室裡面的電腦 大概也是長這個樣子 上面你可以看到一個單色顯示器 通常要不是綠色要不是橘色 然後呢 下面可以看到呢 有兩個這個軟疊的插槽 通常呢是那個5又四分之一寸的軟疊 你們大家現在沒有看過一片呢 跟CD差不多大 不過它是比較軟一點的 裡面呢大概存呢 我如果沒記錯大概 5-600K的資料 好那時候 我的第一台電腦呢 CPU呢是Intel的8086 應該是 8bit或16bit 我已經忘記了 應該是8bit 8bit的一個電腦 然後它有768K的memory 它大概比LV1 cache還要小 它Memory呢 總共Memory呢就是768K 20MB的硬碟 這可能呢 原比你們現在記憶體要小很多 搞不好你們的LV2 cache 都比這個來的大 那個9針的點舉證的印表機 這樣印表機呢 在某一些 依著便利商店 或者是呢 藥局診所裡面 你大概看得到 這種9針的點舉證印表機 這大概是我 大概1989年念資訊系的時候 我個人的電腦 以及系上大部分電腦 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整個螢幕呢 或整個電腦呢 其實在所謂的文字模式裡面 並沒有Graphics 當你可以把整個電腦 切到Graphics mode 不過呢通常需要 做一些額外的操作 而且呢 這個Graphics呢 是單色的Graphics 那當時我們用的這個 程式的Compiler呢 GUI呢 大概長這個樣子 叫做Bowland Bowland C++ Bowland Pascal等等的 它其實有蠻複雜的功能 雖然它看起來介面很陽春 不過呢 大致上跟現在的Compiler呢 它該有的功能都有了 它也有一些中段點的設置 也有一些Debugging的功能 基本上已經算是相當幸福了 相較於前面幾屆的學長 至少我們就有EUI 可以來幫助你做 而且有這個立即的互動呢 可以讓你更方便的來進行 除錯的一個工作 跟軟體的一個開發 那我們要介紹的 這門課要介紹的電腦呢 大概到這個level而已 甚至比這個level 還在前面一點的電腦 比較像是這個level的電腦 所以我們這門課會介紹的電腦呢 大概會像是這種程式的電腦 比如40年前的電腦 是怎麼樣運作的 40年前的電腦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你會問問說 為什麼要學40年前的電腦 是怎麼樣運作的 原因是因為40年後的電腦呢 還是這麼運作的 它基本的運作原理呢 並沒有改變 當然還有非常非常多 新加進來的 比較advanced的一些功能 不過呢 電腦的基本的運作原理呢 並沒有改變 所以呢 可是如果我們要去學 現在的電腦如何運作 大概呢 第一個呢 世界上沒有一個單一的個人 有辦法回答呢 現在的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因為現在電腦設計太複雜 通常是一個數千人的團隊 共同設計出來的 沒有單一個人有辦法呢 完整的回答 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可是40年前的電腦 像是這樣的電腦 是由單一個人所設計出來的 整台電腦從頭到腳 任何一個component 都是一個人 購買必要的元件所組裝出來的 所以這個個人呢 他完整的了解這台電腦 如何構成如何運作 我們要學習的呢 就是像這種層次的電腦 在一個單一個人 有辦法設計出來 組裝出來 可是呢可以持續運作 他的計算能力呢 如果我們不考慮 記憶體跟時間的限制 基本上跟現在電腦呢 是相等的 也就是說呢 他能夠計算的東西 跟現在的電腦呢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現在電腦呢 記憶體更多 能夠跑得更快而已 所以我們這本課呢 大概能夠告訴你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設計一台 Apple的電腦 你大概要知道什麼 那你可以理解呢 一台Apple的電腦 從程式進去到執習呢 這整個的流程呢 經過了哪些步驟 以及為什麼呢 電腦呢 可以根據你所想要的 你所設計的去運作 這是這本課所要回答的 一個核心的議題 所以我們叫做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也是我們要回答的是呢 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不過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我沒辦法教你呢 這種層次的電腦 或這種層次的電腦 的運作 因為他們已經太複雜了 不適合作為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教學 一個目的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後來的電腦呢 有非常非常多先進的特色 讓它可以跑得更快 讓它計算能力呢 更強 這些特色呢 通常你們在大三的計算機結構裡面呢 在談到 不過我們這門課裡面呢 我們不會去談 不會去談呢 這些高階的計算機結構的一些特色 像是Pipeline Pipeline呢 就是藉由呢 把一個指令拆成很多個階段 把這些階段的執行呢 可以呢彼此互相重疊 也很像工廠流水線一樣 來加速整個指令的一個運行 或者是SIMD 像是現在所謂GPU AI 大部分都是用SIMD的概念 因為呢 他們通常要把單一的指令 跑在大量的資料上面 所以呢我可以讓單一指令呢 同時呢比如說呢 進行16筆資料的運算 那我整個程式呢 就會呢加快16倍 特別是在很多的 像是多媒體的應用裡面呢 都會需要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這樣子的一個指令來做加速 Matic Core 現在的電腦通常你的CPU裡面呢 不會只有一個Core 它可能呢 像是手機上面的一個CPU裡面呢 可能都會有8個Core 那甚至於像GPU裡面呢 可能甚至有256 甚至於更多的Core 那Cache呢可以加快呢 記憶體存取的速度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Advanced的 Architecture的設計 那我們這本課裡面呢 通通都不會交到 因為這些屬於 大概80年代90年代呢 為了提升電腦效能呢 才慢慢加進去的一些設計 那這些設計 在你們大三的計算機結構呢 會談到 那新的作業系統呢 現在作業系統一打開呢 就已經進入Grabbit Mode 以前的Windows呢 其實是一個Application 現在的Windows呢 已經變成一個Application System 以前的Windows呢 是要在Command Mode打 Command Mode之下呢 打下Windows 通常是Win 3.1 如果沒記錯的話 打這樣指令之後呢 它才會進入一個所謂的 Windows的作業環境裡面 那可是現在呢 Windows本身就已經到作業系統 也是作業系統呢 當你開機之後呢 載入作業系統呢 作業系統呢 本身就內建了 圖形的一個作業模式 那這大概是現在 Advance的軟體 包含Advance的作業系統 Advance的Compile 大概會是一個 怎樣的一個長相 那其實在我們的周邊 除了電腦之外 還有很多呢 所謂的電腦 可是呢 並不以電腦的形式出現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裝置裡面呢 只要有呢 這個處理器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電腦 那有些你可能 知道它是這台電腦 有些你可能未必知道 它是這台電腦 比如說一些所謂的 媒體的播放器 手機 遊戲器 遊戲機 GPU等等 都可以稱為是電腦 因為它裡面都有所謂的 處理裝置 處理了一些原件 那他們運作的方式呢 其實跟我們今天所談的電腦呢 也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是我個人所擁有的 計算裝置 大部分還是以電腦的形式 甚至我沒有去算我家裡的 電冰箱洗衣機 裡面也都有電腦 那這個是我個人擁有的計算裝置 桌上型電腦 有這個筆記型電腦 有這個iPad 有iPhone等等 那他們都有更同一個的一些 CPU跟Memory 甚至通常都內建GPU 有一些呢 還有所謂的AI晶片 像是iPhone 其實已經有所謂的AI晶片 來做一些成像 以及一些跟這個人工智慧相關 像是語音辨識等等一些應用 好,那我們看看它電腦 越來越複雜 可以做越來越多的事情 它運算能力越來越強 可是它的缺點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已經沒有單一個人有辦法告訴你 現在的電腦完整的運作方式 它可以告訴你說 某一塊它所熟悉的領域是如何運作的 可是它沒有任何單一個人 可以把現在的電腦 所有的運作的模式通通都了解 所以對於理解電腦如何運作來講 現在的電腦已經過於複雜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用40年前的電腦 來作為一個例子 讓你至少有能力能夠設計一部40年前的電腦 而且是從頭到尾 每一個的環節你都是清楚的 藉由這樣的模式 希望能夠理解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這是我們通常第一個程式 我想你們應該昨天早上上過計程 計算機程式 可能你寫的第一個程式就是這樣 在螢幕上印出Hello World之類的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像是C++的版本 你們可能用的是C的版本 不過大概都做類似這樣的事情 好那你在你的程式寫成這個樣子 你follow某一種spec 有一個信仰相信說呢 你follow這個spec呢 寫出來程式電腦就會產生那樣的結果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呢 為什麼電腦能夠獨得懂你所寫的 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而產生了你預期它應該產生的結果 那很多時候在電腦科學裡面呢 我們更多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特別去擔心說呢 為什麼電腦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通常呢只需要了解呢 電腦可以做什麼 或是我們的模組可以做什麼 就是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在使用一個櫃圈的時候 我們只知道這個櫃圈呢 我給它什麼 它應該會產生什麼 可是我不會去管說呢 為什麼它可以呢 產生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系統太複雜 當我們系統太複雜的時候呢 你為了要完成一件複雜的工作 你通常會仰賴了很多其他模組的幫忙 如果每一個模組都要了解它裡面如何運作的話呢 那就像是今天要你一個設計一部電腦一樣的困難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又會拿很多現成的元件 這些元件呢 我只知道what 也就是說呢 我給它什麼 它會產生什麼 至於它是如何產生這些的 我先不管 所以我們通常會有一個很清楚的介面 所以我們通常會有所謂的API 透過API去呼叫你所需要的軟體或硬體 可以這麼來看 它有一個很清楚的介面 你可以透過這個介面呢 跟這個黑盒子的做溝通 那你相信呢 它會呢 照它所Spec上面呢 所說的來產生的對應的結果 具有這樣的功能 至於它怎麼樣達到這個功能呢 我們暫時把它撇到一邊 原因是因為呢 你要設計的系統太複雜 你不可能了解到呢 所有的細節 那利用這些API呢 加上你自己 所這個撰寫的部分呢 組合起來來完成一個複雜系統的運作 那這個How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實作 implementation 也就是說呢 你怎麼樣去達到這樣的功能 那What呢 就是功能的描述 Spec或Obstraction 我通常只要了解Spec或Obstraction 也就是說呢 了解這個模組呢 可以做什麼 我要follow什麼樣的一個規格呢 把我的輸入給它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它應該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至於怎麼樣達到的 就是它的實作呢 我們暫時不管 也就是說整個軟體或硬體的模組呢 就像個黑盒子一樣 你透過介面的跟它溝通 至於它後面如何達到這個功能呢 我們暫時把它撇到一邊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呢 在資訊科學裡面 我們都是這樣來做的 比如說你寫程式也是一樣對不對 你只要知道說你寫個for loop 那麼電腦就會真的呢 你寫說for i 等於1到10 你就相信電腦會跑10次 那為什麼電腦會跑10次 我就是implementation 可是你知道呢 如果你follow for i 等於1到10 那原則上呢 這個i就會從1跳到10 這個就是所謂的what 你知道呢 當你這麼說的時候 電腦suppose應該會這麼做 你只要了解這個就好 那至於為什麼電腦會可以 讓i從1變到10 那是後面電腦的implementation 通常我們不去擔心它 大部分情況之下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設計的是很複雜的系統 所以呢我們會利用一些現成的模組呢 來組成這個複雜的系統 而作用所謂 information hiding的principle呢 來建構這樣一套系統 OK 可是有些時候呢 你必須要擔心 有一些人必須要擔心實作 特別是呢 學資訊科學的我們 因為呢 我們所用的這些模組 這些所謂的系統軟體 都是呢 資訊工程師所寫出來的 所以某一些人在你的工作上呢 你必須要去擔心呢 好 怎麼樣去實作他們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呢 就是電腦是如何實作的 電腦是如何運作的 就算我一看開始告訴大家的 我們這門課呢 的中心議題要回答的 就是這個問題 電腦如何運作 我們就基本上就回答 電腦如何運作 我們談的不單單是硬體的層次 我們談的還包含軟體的層次 也就是說呢 當你寫下一個高階語言程式的時候 這個高階語言程式呢 最終是如何呢 在電腦上呢 實現一個高階語言呢 support應該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們呢 的一個方法呢 是從零開始建立一台 可以完整運作的電腦 當我們現在談的是一個 藉由模擬的方式 我們並沒有真的呢 在真實世界裡面呢 用這個真實的物理的裝置 把這台電腦製作出來 不過呢 你相信如果呢 你有足夠的這一些 物理的元件的話呢 你是可以真的把這台電腦製作出來 好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談的是呢 我們要學習的是呢 理解現在的軟硬體系統 是如何運作的 然後我們要學習的是 怎麼樣把一個複雜的事情呢 變成了一些呢 比較小比較簡單的事情 然後呢 個別的去擊破他們 最終呢組合成一個呢 可以完成複雜 工作的一個系統 其實我們會設計兩台電腦 一台電腦呢 是普林斯頓設計的電腦 另外一台電腦呢 是課本所設計的電腦 那普林斯頓所設計的電腦呢 我們大概只會做它的硬體的部分 我們沒有去談它的軟體的部分 而課本設計這台電腦呢 我們談完它硬體之後呢 還會談它對應的軟體 那我先從普林斯頓的這台電腦呢 以它作為一個例子 這個是普林斯頓的電腦呢 它的介面 當然跟你現在所看到的電腦 是很不一樣的 不過跟40年前的電腦 的介面呢 是長得很像的 比如說呢 系上的第一台電腦呢 PDP11呢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介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燈光 有一些按鍵 有一些開關 那這些開關呢 就是用來輸入的一個裝置 當你把你要輸入的資料呢 用開關呢 開關往上搬了表示1 往下搬了表示0 它是一個168bit的電腦 應該說16bit的電腦 因為它的資料是16個bit 可是呢 它只有8個bit的位置 也就是它最多呢 只有256個byte的memory 當你把資料準備好之後呢 按下這個load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呢 寫到對應的記憶體去 那你把你的程式呢 透過這樣呢 一個一個的寫到對應的位置之後呢 當你程式 再入到記憶體之後呢 按下run這個按鍵 它就開始跑這個程式 最終的輸出會出現在呢 右上角的那個 四個七段顯示器上面 呈現一個16bit的一個數字 可能會隨著指令的運行呢 改變它的輸出等等 這個是我們要學的towing machine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那上課 我猜差不多第七週或第八週的時候呢 我會實際跑這個模擬器 真的寫一些程式 像是求最大供應數的程式 怎麼樣這台電腦寫一個 求最大供應數的程式 那這部電腦也會中毒 我還要告訴你啊 這部電腦呢 是怎麼中毒的 如果中了毒呢 它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等等 雖然是一部很小的電腦 可是呢 它的行為呢 其實跟現在的電腦呢 並沒有什麼不同 那我們會從哪裡出發呢 我們會從開關出發 這是一個電磁開關 它基本只有開跟關兩個模式 通電跟不通電 那整部電腦呢 都是由開關所構成的 那我們這邊談的是電腦 所以我們用的是一個電磁開關 你這個電磁開關呢 作為我們建構電腦最基本的元件 那我們去談這個電磁開關 是怎麼樣運作 但這個不是我們最真正關心的部分 不過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開關啦 基本上就是一個開關 那也可以藉由上面呢 那通電或不通電來決定 下面呢 是通路還是斷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設備 有了開關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邏輯砸 用開關呢 我們可以建議一些很簡單 具有邏輯能力的一些 一些電子的元件 或這個硬體的元件 它可以做一些邏輯的函數 像是AND的函數 ALL的函數 SOR的函數 NUT的函數等等 那我們也會用這些開關呢 去建一個具有記憶能力的裝置 叫做FreeFlop 它會記入一個bit的內容 那由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往上再建構了 更複雜的一些元件 像是記憶體 Program Counter Register 加法器 減法器 減法器等等 那由這一些比較複雜的元件之後呢 透過適當的連線 加上適當的控制 這就是一部Toy Machine 這是一部Toy Machine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一台電腦後面的CPU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這部電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你從開關的層次去看它的話 這台電腦長這個樣子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開關 透過很多的電線的連結 加上電源 大概你只需要開關 電線跟電源 你就可以做出一部呢 實際上可以運作的電腦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其實就像我剛剛說的 它跟現在的任何一部電腦 可以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在上面寫這樣的程式 最左邊這個程式目前還沒有支援 最左邊這樣比較像是高階語言的程式 然後中間是組合語言的程式 而最右邊是機械語言的程式 那我們剛剛說的那部電腦呢 只看得懂最右邊那樣的形式 還告訴你 每一個記憶體裡面 有什麼樣16bit的內容 那每一個16bit的內容 其實對應到一個指令 但是每一個指令呢 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處理哪些資料等等 我們都會去談 所以呢 在ToyMachine裡面呢 因為我們沒有對應的系統軟體 所以你只能以最右邊那樣的形式 也就是說呢 寫機械語言的方式呢 來Program它 那這在現在電腦裡面呢 大概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現在世界上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辦法用Intel的機械語言呢 來寫程式 當然除了Intel的工程師之外 大部分的人是沒辦法呢 用機械語言來寫程式的 不過在這台ToyMachine上面呢 我們可以做得到 因為它只有16個指令 而且每一個指令呢 有非常簡潔的一個格式 你可以記下來 那我們可以用最右邊那樣的形式 來寫一些呢 還蠻有用的程式 最終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介面 把我們剛剛的程式呢 輸到ToyMachine裡面 而且讓它去跑 然後我們這是一個軟體的模擬器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去模擬呢 如果你真的有部ToyMachine 你把這些資料打進去之後呢 它會跑出什麼樣的結果 好那這個是我們所介紹的 學期的前半段 由期中考之前 我們會介紹呢 ToyMachine 期中考之前我們會介紹兩部Machine 一個是ToyMachine 另外一個呢 就是HackMachine 也就是課本所附的這個電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談課本的部分 課本的部分呢 除了電腦設計的硬體之外呢 我們還會談它的軟體的部分 下半學期呢 我們會談軟體的部分 上半學期呢 我們會談硬體的部分 那這本課本呢 它的名字呢 叫Elements of Computing Systems 不過呢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呢 叫做For NAND From NAND to Tetris 那NAND呢 其實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的呢 就是開關啦 現在建構電腦的一種 電子元件 叫做NAND 這個大部分是電機器 他們所關心的主題 不過我們通常不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只知道它是個開關 所以這開關是什麼做的 是用CMOS做的 還是用這個 電子開關做的 甚至可能是用水做的 所以我們都不管 你只要能夠做出開關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用機械的方式 電子的方式 水的方式 你只要能夠做出開關 我就能做一部 具有計算能力的機器 它可能不叫電腦 如果用電的話叫電腦 用水它就叫水腦 用機器的話就叫機器腦 OK 不過不管怎樣 你只要有辦法做出開關 那我就辦法follow我們這場門客 所介紹的原則 做出一部計算裝置來 所以NAND就是現在的電腦 所用的製作開關的一種方式 應該是說一個最基礎的元件 NAND其實就是NOT END 是一種邏輯函數 這個邏輯函數 那這只是告訴你說 整部電腦只需要一個邏輯函數 就叫NAND OK 好那Tetius其實就是俄羅斯方塊 也就是說你怎麼樣從 這個NOT END的這個邏輯砸開始 建造出一個可以執行俄羅斯方塊的程式 的電腦 OK 這是這本這個課本的一個副標題 也就是說呢 如何從底層開始建構一個完整的 軟硬體的電腦系統 好那這部電腦呢 這本書所設計的這部電腦 其實叫Hack 那Hack其實跟任天堂的紅白機有點類似 因為它的程式寫在ROM裡面 然後所以說這本書很多的例子 其實會用這個遊戲來作為一個例子 它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螢幕跟鍵盤 好那在Final Project的時候 你有很多的可能的選擇 其中一個可能的選擇 就是用這本書所介紹的一個高階語言 叫做Jack 那這個Jack高階語言寫完之後 透過Compat翻譯的 最終會變成Hack的機器語言 可以在Hack的模擬器上面去運行 所以說你就可以用Jack語言 來開發各式各樣的高階應用 雖然說這個Hack machine 是一個並不怎麼複雜的硬體 它記憶體也有相當的限制 不過如果你的程式得當的話 它是可以做蠻多有趣的一些應用 那這是課本的網頁上面 所附的一些 可以以這本課本作為教材的一些學校 他們的學生做的Final Project 可以在這個 用Jack語言所寫 可以在這個Hack的模擬器上面 運行的一些結果 比如說俄羅斯方塊 有沒有看到這個到時候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模擬器上面 看到一個完整俄羅斯方塊的運作 這部電腦的器只有4K的記憶體 就4K的記憶體 它只有兩個指令 很有趣 它只有兩個指令而已 非常有趣的一個設計 不過必須要老實說 現在大部分電腦都不是這麼 不是這樣的 CPU不是這樣設計的 現在大部分電腦的設計呢 比較接近Toy Machine的設計 比如說ARM呢 其實就跟Toy Machine 有很多非常類似的設計的原理 不過這部電腦呢 它只有兩個指令而已 OK 那這個我們等到介紹 這個Hack Architecture的時候呢 我們再談到 那你甚至可以做一些 更高階的一些應用 像比如說3D的應用 這個也是在這個Hack電腦上面呢 一樣是某一些同學呢 他在修課的時候呢 寫出來的Final Project 當然不是我們這門課的同學 我們這門課 我想在其中的時候 談Final Project的時候呢 我會秀一些的 以前的同學寫的Final Project 那比如說坦克大決戰 不過這是3D的 這個相對困難一點 OK 不過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非常簡單一部電腦 可是你可以用它開發出呢 非常複雜 跟現在的電腦上面 可以運行的程式呢 差異不大的一個應用 雖然說呢畫面比較簡陋 因為呢我們只有 只有兩色啦 黑色跟白色 甚至於不是灰階的 那我們記憶體有限 所以你看它運算速度 不是那麼快 所以呢畫面不是那麼流暢 不過大致上的精神呢 都可以做得到 好那這是這本課本的一個架構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會從呢 最底層 講到最上層 那最底層呢 就是所謂的 物理層 就是NAND 一個開關啦 就開關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通常物理層 我們不去談 比如說 我們就用電磁開關 作為一個開關 然後呢我們就會 我們基本上上課的順序呢 是從最底層講到最上層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先談了 開關如何變成邏輯閘 邏輯閘如何呢 變成更複雜的components Logic gates 跟這個 就包含Combination的一個circuits 跟所謂的 Sequential circuits 就記憶體的一些單元 然後再怎麼樣以後 這些元件呢 變成一個完整的CPU 跟Memory的設計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談機械語言 怎麼樣呢 這部電腦的對應的機械語言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這些硬體呢 可以執行這些機械語言 到機械語言為止呢 這邊是屬於硬體的部分 也就電腦這個硬體呢 只看得懂機械語言 那問題是呢 機械語言呢 很難程式 很難做程式 也很難理解 那我們熟悉的是一些高階的語言 通常我們必須要把我們 解決問題的思路呢 透過高階語言來表達 那你怎麼樣從高階語言呢 變成機械語言 中間呢其實會透過呢 很多系統軟體工具的協助 第一個是Compiler 會把你把高階語言呢 翻成所謂的中階語言 或者我們叫做Virtual Machine 然後會透過呢 Virtual Machine的Translator呢 把Virtual Machine的Code呢 翻譯成了組合語言 那組合語言 基本上就是一種呢 文字化的機械語言 然後他透過呢 Assembler 把這個文字化的組合語言呢 翻成呢 二進位的機械語言 而這樣機械語言呢 就可以在我們 所設計的電腦上面去運行 這大概是我們整個 課本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會 前半學期我們會談呢 機械語言之前的部分 就屬於硬體的部分 後半學期我們會談呢 軟體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包含Assembler Virtual Machine Compiler 高階語言 跟作業系統 那我們所有Project系 都在硬體的部分 那軟體的部分呢 你可以任何一部分呢 都可以把它當作 你的Final Project的 一個可能的選項 以著呢 你寫一個Assembler 或者呢 你寫一個Virtual Machine的 Simulator 或Translator 或者呢 你寫一個Compiler 或者是呢 你寫Operating System的一些Function 或者是呢 你用這個高階語言呢 來寫一些Application 在我們的 這個模擬的 硬體上面來運行 這大概是整門課的一個架構 那這裡面的每個部分呢 其實呢 都會延伸出呢 一門課來 很多的部分都延伸出一門課來 比如最下面的部分呢 其實是電機器的 電子學 然後呢 這個機械語言的部分呢 其實是所謂的計算機結構 Assembler以前呢 是在所謂的系統 軟體系統程式 這門課裡面會交到 Virtual Machine呢 系上呢 現在有所謂的虛擬機器 不過那個門課的虛擬機器呢 跟我們這邊談的Virtual Machine呢 有些差別 這些Virtual Machine呢 比較像是會含話在 所謂編譯系這門課裡面 那Compiler呢 以前是系上的必修課 不過現在變成選修課 然後呢 最上面的高階語言呢 有像是 這個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或者是呢 程式語言 等等的都跟這部門有關 那在談作業系統的時候 接下來我很快的就談一下 就是說從最高階出發 假設呢 我們在解決一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解決問題呢 是設計一個乒乓球遊戲 那這是我們的問題本身 是非常最高級的 比較接近我們的人類的思考的 那這個乒乓球遊戲呢 會有個拍子有個球 球會在上面彈跳 然後呢 你要移動拍子 把球呢板彈回去 如果呢 這個球呢 要落地之前 你沒有接到他呢 他就會落地以後呢 遊戲就結束了 這大概是這樣一個遊戲 就是所謂的Pong 這非常早期的電腦遊戲 那如果你要設計這樣一個遊戲 從這個Human Souls出發 你想要設計這樣一個遊戲 那通常呢 我們會想要的是 如何用高階語言 來設計這個遊戲 尤其是你們現在 繼承要教你們做的事 怎麼樣用高階語言 把你的思考思維呢 把它具體實現出來 那這可能是我們的JAC語言呢 所對應的高階語言 你就看到了 這個JAC語言呢 是一個叫做物件導向的 應該叫做 Object-based language 它不是Object-oriented language 也就是說呢 它有物件的概念 可是呢 它並不是物件導向 因為呢 它沒有繼承 沒有多型 等等的物件導向語言 應該要有的特色 不過呢 它確實有物件的概念 你可以把整個城市 解決的思路呢 想成一個一個的物件 透過這些物件之間的互動呢 來完整的建構你的系統 那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講了 我在做一個這個乒乓球遊戲設計 我需要有拍子 所以你看呢 我就有一個class呢 叫做拍子 這個拍子呢 會有什麼樣的狀態呢 它有它的位置 它有它的長跟寬 然後呢 它會有一些動作 比如說呢 把拍子畫出來 比如說呢 把拍子向右邊移動等等 那每個動作呢 要如何實現 那這整個的所有的狀態跟動作呢 都封裝到一個叫做拍子的物件裡面 OK 這是物件 object-based language呢 或是物件的概念呢 所應該要有的 那其中呢 有些時候呢 它會互叫作業系統 比如說呢 希望在螢幕上畫拍子的時候 它必須要在螢幕上呢 畫一個拍子 也就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它會互叫作業系統呢 的一個畫長方形的函式 透過這個函式呢 請作業系統呢 幫它在螢幕上呢 畫一個長方形 來當作呢 拍子本身 那這是作業系統呢 作業系統裡面呢 有一個叫作Screen的一個class 專門做呢 跟螢幕IO相關的 畫圖相關 繪圖相關的一些函數 其中有一個函數呢 就叫做畫長方形 那怎麼樣去實作 畫長方形這件事 就我們寫在這邊 而我們的作業系統呢 也是用Jack語言所寫成的 OK 好 那我們寫好這個高階語言之後呢 像是這樣的高階語言 這個人看得懂 如果你學過程式語言 你看得懂 問題是電腦看不懂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轉換成 電腦看得懂的語言 那我們沒辦法直接轉 我們會先透過Compiler 透過Compiler 把我們剛剛寫的高階語言 either是C++或者是C 或者是Jack 或是Drava等等 任何一個高階語言的程式呢 轉換成一個我們稱為 所謂中介語言 或所謂虛擬機器 那為什麼要有Compiler呢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我們寫的語言是比較高階 那這個是人看得懂 可是機器看不懂 機器只看得懂呢 機器語言 所以最終呢 我必須要把高階語言 轉成機械語言 可是呢 你如果高階語言 直接轉成機械語言呢 會有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很多的機器 比如說呢 你有Intel的機器 你有AM的機器 那你有Jack 你有Toy 所以你會各式各樣不同的機器 如果你直接把高階語言 轉成機械語言 如果你有N種高階語言 M種機械語言 你就要寫N乘以AM的Compiler 因為你需要寫一個呢 C到Intel C到Arm C到Jack 以及呢 C++到這個Arm C++到Intel C++到Jack等等 所以你有N種語言 M的機器 你就要寫N乘以AM的Compiler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發展了一個叫中介語言 也就是Virtual Machine 我們把所有的高階語言 先翻成中介語言 再寫一個呢 把中介語言呢 翻到各種不同的硬體架構上面去 所以呢我們只需要寫N個 從高階語言到中介語言的Compiler 以及M個 從中介語言到硬體的Translator 所以我只需要寫N加N個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軟體 而不是寫N乘以AM的 這大概是整個設計的這樣一個思維 所以呢我們會先把 高階語言翻譯成中介語言 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稱為Virtual Machine 然後再透過Translator 把Virtual Machine的Code 再翻譯成 硬體對應的硬體的Code 好像要理解一個高階語言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Compiler這門課呢 其實整整一門課 首先你現在要了解 這一段Code 它的文法是什麼 比如說呢 這麼簡單的一個 X加寬度大於511 也就是說呢 我在畫這個拍子 X是它的位置 寬度是拍子的寬度 那X加寬度呢就是拍子最右邊 那拍子的最右邊呢 如果超出螢幕的邊界 那你就不可以畫這個拍子 就是它做這樣一個檢查 好那這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條件判斷是 X加寬度有沒有大於511 這件事呢首先呢你要做一個Parsing 你可以看到了這邊是一個文法的 最終我做的其實是一個比較 我在比較什麼呢 我在比較X加寬度以及511這兩件事 那X加寬度呢其實是一個Expression 它是一個加法 其中呢會牽涉到把X跟寬度加起來 所以我產生一個Parsing Tree 藉由這個Parsing Tree呢 產生對應的Code 所以呢Compiler呢通常會包含呢 第一個是Parsing 你要了解整個語意 再來呢Code Generation 從這個Parsing Tree呢 產生對應的指令 那這是整門課 整個學習的課 那我們大概只會花兩個禮拜 到三個禮拜來談這件事 所以我們只能談非常簡單的語言 怎麼樣來進行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Virtual Machine呢 基本上就像我講是一個中介語言 在這邊呢我們用的是一個 很類似Drop-Out Virtual Machine的一個 Virtual Machine的一個設計 它是一個Stake Machine 透過一個Stake呢 來實作一個Virtual Machine 那為什麼用Stake 以及Stake是什麼 這個我們在談Virtual Machine的時候 會談到 而Stake呢會在你們大一下的 資料結構語言算法呢 會更進一步的闡述 那Stake呢是整個資訊科學裡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跟資料結構 那我們用它呢 來做我們的虛擬機器的一個核心 好到這裡為止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高階語言呢 翻成這個虛擬語言 或中介語言 然後呢會產生所謂的組合語言 這是所謂的虛擬語言 或中介語言 或Virtual Machine的語言 所以看到很多Push跟Pope 這個是虛擬機器的語言 我們透過Virtual Machine的Translator呢 會把它翻譯成呢 對應的組合語言 這邊是Hack的組合語言 而再透過Assembler呢 我們會把它翻譯成 對應的01的一個BeatStream 那就是機械語言了 OK 那這樣機械語言呢 那就可以讓Hack看得懂 並且呢繼續執行 好這個Hack的這個機械語言 那可以看到 我們隊員每個Beat 出現在不同位置 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電腦呢會根據呢 他們所在的位置呢 送到適當的電路 原件裡面去 去完成呢 他所需要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就是Hack的一個Architecture 它的架構其實更簡單 它只有ALU 兩個暫存器 兩個分離的記憶體 一個呢存程式 一個存資料 這個大概現在的機器裡面 是比較少見的 不過這個很像呢 是任天堂紅白機 這個程式呢 就是你那個卡夾 是個ROM 程式寫實在裡面 然後呢 可是你在運行的時候 產生的資料呢 會是在紅白機裡面的一個RAM 一個記憶體 好這個是我們的Hack Architecture 好那這Hack Architecture 是由什麼樣的東西 它其實是由一大堆的原件 包含Combinational Circuit 跟Sequential Circuit 所構成的 就我們剛剛所談的這些 And、Or、Not等等 那你們的作業呢 其實要透過一個叫做HDL 就是Hardware Discussion Language 去描述這個硬體的Configuration 比如說呢 左上角這個電路 可以用右下角呢 這段文字來描述它 那這個其實也是現在呢 電路設計常用的方式 比如說呢 現在呢 不管是聯發科也好 台積電也好 他們在設計電路的時候呢 都有一個所謂的 硬體的描述語言 可能叫Verilog 或者叫VHDL 基本上呢 就像是右下角這樣子 一個文字的程式 透過這個文字程式呢 來告訴電腦呢 我要設計的電路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就會有一些呢 軟體呢 可以把這樣子的文字描述呢 轉換成電路應該要有的樣子 或者是要轉換成電路的設計圖 或者是呢 晶圓應該有Layout等等 那你們的這個 五個作業呢 原則上呢 都是要透過右下角這樣的一個 HDL的一個語言呢 來描述呢 你的電路 最終呢 設計了你的電腦 那而這些 這個電路最底層呢 則是由一些 這個物理的裝置 像是CMOS的一個裝置呢 來達到呢 這樣的一個功能 比如說呢 左邊你看到的是一個NAND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整部電腦其實需要一種 一種元件叫做NAND 而這個NAND呢 可以用右下角的那個 右邊那個CMOS呢 的一個 的元件呢 來始作出來 那有了NAND之後呢 你就可以呢 完成整部電腦的一個設計 好的 這整個我們整個學期呢 要談的一個流程 當然我們是倒過來談 我們剛剛是從這個高階元出發 一直呢 走到呢 最底層 可是我們交的時候 我們從最底層呢 一直呢 走到呢 最上層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整門課呢 很多的部分呢 都可以呢 擴充成一整個學期的課 比如說呢 物理這部分 其實就是所謂的電子電路學 然後呢 這一部分呢 是跟所謂的數位系統設計有關 這種所謂 這個邏輯的設計 或者是CPU的設計等等 然後呢 整部電腦呢 會跟所謂的計算機結構有關 然後呢 Compiler 這邊是作業系統 跟Compiler 那作業系統呢 是一個必修課 Compiler呢 是一個選修課 都是一整個學期的課 那當我們只談非常基本的概念 我們大概都只用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呢 來談這些概念 那你未來呢 一直是必修 或者是選修 如果你對這樣的概念有興趣的話 可以修一整個學期 理解這樣整個概念 好那這大概是我們整個學期會談到的東西 下禮拜呢 我們會先談所謂的數系 包含二進位啊 十六進位啊 怎麼樣轉換啊 或者是什麼叫 Tools Complement啊等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進入到所謂Bulling Function 我們會談呢 Bulling Function是什麼 怎麼樣實作 然後呢 我們用Bulling Function呢 的基本的Logic Gats And Organat呢 開始設計一些比較複雜的功能 像是加法 做加法器 減法器 Multiplecer等等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談Sequential Logic 就像是怎麼樣去做記憶 我們談一個bit的Flip Lock 從一個bit呢 變成暫存器 再從暫存器呢 變成記憶體 有了這些基本的元件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入Computer Architecture 怎麼樣用這些基本的元件呢 組成一部可以運作的電腦 我們設計的原則是什麼 好 設計完電腦之後呢 到這裡為止 就我們上學期的內容 我們就會考期中考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談軟體的部分了 軟體的部分呢 大部分我們沒辦法實作 因為呢 你們現在的軟體的能力呢 還不夠 你們沒有完整的了解整個C 或者是Python 等到學期末的時候 你們也許有辦法 不過呢 學期中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要求你去做這些project 我沒有要求你做Virtual Machine 的Translator 或者是Compiler等等 這整個大概就是我們整個學期呢 會談到一個過 一些主題啦 不過簡而言之呢 我們整個學期要談的呢 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電腦系統是如何運作的 包含電腦系統的軟體跟硬體 那希望呢 在這個學期之後呢 至少你看到你的電腦的時候 你知道 他基本上呢 就是一大堆的開關呢 在後面呢 藉由開開關關呢 完成呢 你要他所做的事 當你寫下程式的時候 程式呢是怎麼樣 透過一層一層的轉換 變成電腦可以理解的形式 再呢最後呢 變成了開關的開根關呢 來完成呢 你希望完成的指令 這我們整個學期呢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目標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呢 就上到這一邊 那下禮拜我們再開始正式上課